大家好,转眼时间非常的快 一转眼2022年 在这么一个二可以有理由的年代里 我们依旧为生活,为梦想而努力 其实在这个躺平内卷的时代当中 人们既然已经总结出来这个词 那么其实我们再怎么努力呢 可能在有事业的人眼里 都是一种徒劳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开心就好 伴随着我们这个时代 无论是体育产业还是娱乐产业 它都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 让我们在怎么说有限的经历中 或者说在固定的时间 投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我们还有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弥补 一种满足 就像我现在这样 其实呢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体育 今年的山东鲁能亚冠惨案队 这个开玩笑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都来自那里 山东鲁能队铁定会代表 其中一支中超的球队参加压冠 我也想看看会不会再次出现惨案 这已经是一种鲁能队长期出总结下来的标签吧 那么今天我看这个视频的原因呢 其实前一段时间工作也好 我现在在物流产业送快递这种类似的工作 这种工作 就是比较忙 然后经常会下班 但现在呢可能有一点slow down 有一点就是慢下来了 没有圣诞节新年那么忙了 我今天下班的比较早 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下中国的体育CBA这一方面 之前呢有熟悉我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我是一名铁杆的辽宁球迷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吧 因为其实中国的球迷还没有包容到 就是另外一个异地的球迷 然后他可以理直气壮的支持非家乡队 那么我很幸运 就是说我自己的家乡是辽宁队 然后我以前刚小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地理的概念 当时看全国的比赛 因为我是岸山人 就没有听到岸山两个字 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听到家乡的队 后来家长跟我说 你不应该看那个安山这两个字 你应该查辽宁 因为我们是属于辽宁省 我那个时候才有概念 原来中国它是不仅仅是有事 它也是分多少多少个省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学 就是很懵懂的一种心态 那么很自然的成为一名球迷 我就成为辽宁队的球迷 而且经历了辽宁队大起大落也好 或者说永远都是千年老二 没有亚军也好 我觉得没有冠军也好 到我们有了冠军 到这一批球员 每年都给予我们一种希望 或者说让我们更加热爱这支队伍也好 我这个赛季也一直关注了辽宁队 包括大家都觉得 以前辽宁队345号为一直缺人的情况下 今年各个位真的是病强马壮 因为去年一些年轻的球员可能有一些智能 但是在今年他们的态度或者说状态都非常的好 以及辽宁队现在 以及包括杨岛他也不算是个菜鸟了 然后包括各个位置除了大寒一点 比较年迈了一点 体育年龄上来讲 有一点竞技状态有一点下滑 上场时间有一点少之外 其实大多数这个赛季 我们看到的辽宁队还是给予我们夺冠的希望 那因为上班的关系 其实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大概也是八点钟 然后九点半要到公司那边开始开工了 我就算上路上时间 我八点钟醒 八点钟醒营绕着我耳旁的这种声音 就是我点开的这个YouTube 他的提醒 说辽宁和那个广东的比赛在进行 我一点进去一看 就这样顺其自然了 看到第四节 然后我知道后来辽宁队赢了很开心 但是没有看到威姆斯 也没有看到韩德军 事后我上网才知道 原来他们两个打架了 而且有视频 与其说是他们两个打架 不如说是 威姆斯先犯规再先 然后韩德军受伤 受伤之后韩德军起身 有这么一点火气 然后去打架 我主要想对这样的事情作为 做一种评论嘛 我觉得 其实广东和辽宁的球迷 真的是非常的亲 也没有说敌意 双户大家都是互相的捧 这一点呢 可能第一个 我们辽宁人呢 可能爱政分明 辽宁也好 东北也好 我的性格就是爱政分明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而广东人呢 相对来讲 其实人家也讲理 但是呢 人家可能对我们这种性格的人 不太愿意跟我们就是硬刚 或者说不太愿意跟我们胡搅蛮残 可能他们稍微就是说用一点 用一点就是说理智也好 或者说稍微用一点情商也好 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这个是 这个是就是辽宁和广东而言呢 为什么双方球迷就是这么愉快 这么多年的原因 即便经常是对手 甚至说过去两年总决战都是 但是双方还是互捧的一个状态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观点 其次呢 广东队其实一开始有抵御的那支广东队 就是朱芳宇 王世鹏那一届呢 他们打得也很干净 而且主要是那个时候碰到了北京队 北京队虽然取得不错的成绩 四年三贯 但是北京队真的很脏 这个是全国球迷有目共睹的 而辽宁和那个广东球迷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就是双方都同意的这么一个点 然后也觉得双方打球不脏 那么自从林书豪加入北京队以后 林书豪对一些种种在场上的对待 就看到这支广东队其实变得有点脏了 但是但是终究辽宁和广东是在赛场上靠技术去取胜 没有一些其他更多的原因 然后以及一剑连的形象也非常好 也很干净 啊 球风也好 做人也好 也很干净 辽宁球迷和广东球迷就是都非常认可崇拜这位大哥吧 可能就双方也就是很少有那种剑拔弩张相互对立的 直到今天这件事 今天这件事呢 其实很多人当然有两帮了 辽宁球迷之言就说韩德军受到侵犯了 他生气是有理由的 广东球迷说不管是广东球迷还是说没有站在辽宁 对这一边的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球迷说第一个韩德军 他觉得他们觉得韩德军在演 第二个觉得魏姆斯不是故意的 然后第三个他们就觉得说啊 那你们一直辽宁球迷只会替辽宁队说话 首先我想说的是就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是都是心知肚明 或者说有屏幕 你的屏幕不管睡了还是没有睡 我相信正像当然 你你们所在的所使用的设备里面 肯定是能够看得到的 魏姆斯第一个动作呢 他就是用肘去真的去打到鼻梁鼓了 我鼻梁本身就塌 但是韩德军之前有点鼻梁 然后他被打完之后呢 就像先来跟我一样塌 当然我不是被打的 我这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捉好像就创造加加加加剧了 就造成了一种对于为后面不太好的影响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觉得是一种障碍 或者说觉得自己觉得很悲哀的一种事情 我倒没有 我觉得无所谓 然后 这个第一点 韩德军被 是没有说那么严重 要自愈生气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看这个动作 首先这是竞技体育 可能他们打球的力量 打球的速度 有的时候快到连摄像机都难以去读这个秒 读得这么细 包括看比赛的时候 现场给我们的镜头也好 角度也好 可能没有第一时间看到韩德军被侵犯的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手边有鼠标的话 你稍微点一下暂停键 他确实第一次下子是走着 真的是怼到了鼻梁 第二次真的是有一个手上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想更多令韩德军生气的是 CBA的风气 其实大家都非常好 即便有一种动作非常大 你也至少对对手进行一下手上的搀扶 表达一些歉意什么的 这个是一种不约而同的文化 尤其像辽宁队广东双方 像杜丰杜指导说的 很多国家队 杨明指导也说很多国家队 相互都大家理解 但是魏武士什么话都不说就走掉了 这件事可能是引起韩德军的导火说 其次呢 辽宁球员也是在跟裁判抱怨 韩德军倒地的时候 我看金金也是在说说 他都已经走机了 可能厂商球员看的就是比摄像机 角度上来讲 你所站的那个位置上来讲 更好一点 而我们球迷更多的是片面的 或者说真的是用上帝视角 可是悲哀的是 即便你用上帝视角 你也没有拿出上帝的这种诚意和态度 这种公平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看到有一种声音 说韩德军在演 你看看那个动作 连续两个负加动作 给你打的倒地不行 你再演 然后演完了 还要假装过去去打 你这演的有点 如果说你真的这么揣测人心的话 我倒很怀疑你到底是 是自己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看问题能 不经过仔细的推敲 仔细的捕捉 然后就一下子就说出这么恶毒的话 这是一类球迷 另外一类球迷呢 这类球迷我是在网上是怼过的 我说我就来多伦多 你们要是想打球的话 你们可以来找我 真的 我就是正好 威姆斯也是着手运球 我本身我也着脾子 我也习惯着手运球 如果说我给你一走子 我先给你一走子 然后手上再来个负加动作 我不打你鼻梁 我就随便挑你身上任何一个地方 你倒地不起 你要配合我 到那个时候你要配合我 OK 你要配合我倒地不起 然后我什么话都不说 我走开 你要生气了 你要站起来想干我的话 我就说你这个人有问题 你这个人不对 我问你这个 这种做法 这种行为 能在你们的视角里 能不能成立 换成是你 当然这些人 也折射出来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 就是 习惯站着说话 不腰疼 然后还在那硬洗 硬掰 我是真的 看不上这号人 好吧 然后另外一号人 就是说 然后另外一号人说 行那你就说吧 那你就 那就是威姆斯 他故意把韩哲郡打骨折的 这么说总行了吧 你对了 你赢了 行吧 首先这种人更阴险 咬文角之 还不爱承认自己的错误 什么叫故意呢 可能 平心而论 可能威姆斯做出这个动作之前 他没有想到会打破这个鼻梁鼓 就像詹姆斯当初跟那个火山那个队员似的 斯科特 斯托尔特 斯托尔特 之前对他的时候 詹姆斯可能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大出血的后果 威姆斯可能也不知道会造成打鼻梁鼓 如果说我能够把你鼻梁鼓打折 可能我不会做那样的动作 可能我用肩膀我撞你一下 我用肩膀撞你的身体 撞你的肩膀也好 我也不至于打到鼻梁鼓上这个地方 不能说 因为我们 我们觉得 韩德军是真的被打伤了 威姆斯是故意的 那威姆斯是一定要造成这么大的一种后果 这个倒不是的 很多人杀人打人 谁能想到能把事给惹大 能赔 赔上别人和自己的性命 同样的道理 你们这么抬杠 我觉得就代表了现实上当中很大一部分的小人 不敢面对事实 另外一方面呢 有的人说 这个 这个是 我们其实是中立球迷 我们很理智的 然后呢 这个你们只是这个时候辽宁球迷 听不进去 只会替辽宁队说话 是 任何事情从主观上都会替自己的母队说话 你这才是真穷 你如果你连态度上你对主队都没有这么一点热情的话 那就不对了 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知道真相之后 我们看了很多视频之后 我们真正去理解 他确实是故意的这么一种行为 裁判也判断是一种夺权的行为 当然我不想用评价CBA的裁判 用CBA裁判 今天对辽宁有利的准则 这张底牌去压制你 但不至于说 这个事就是能洗白的 就是 你生活当中也好 你对待家庭也好 你对待朋友也好 你要有你自己的 是非观 价值观嘛 你不能为了洗而应洗 真的 那你那你就别看CBA了 你去黄河洗嘛 对不对 你看能不能洗干净 就很多这一些人 你自己根本就没有调查 而且很多人说 我以前是体笑的什么什么 我打球确实这是连贯动作 大家 我问你 你打球你第一个走步能够走击到 是你的走步 不是你的手 不是你的副手 是你走步先走击到别人的衡量 然后一只手在顺带着打过去 你打球是这么打的是吗 啊 我不敢说你是不是广东的 那如果你要是广东的话 那只能说明 我很久没回国 我也没去过广东 只能说明现在广东校队的水平 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就跟广东队学的 你们仔细看今天的比赛 那个小动作 上半场郭越伦上来 威姆斯从后面 从后面去 整个两只手 就从后面就把郭爱伦那个球给爆出来 那个动作非常的大 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其实围体也不围过 真的 胡明轩的那个动作 确实有争议 但是垫脚是不对的 第一个球 他绝对比第二个球 第二个围体 他垫脚的嫌疑更大 如果说你判第二个是围体的话 那么为什么第一个更严重的你不判 这一点你说不过去 唯一的理解就是只能说裁判在控制场面 不想让双方的动作过大 让胡明轩作为了牺牲品 这个是唯一的解释 但是胡明轩第一个 第二个他更多的可能是无异 因为他的脚正好是落在 赵继伟的援助体外面的 你判他投篮犯规都是有争议的 你判他围体犯规 这个是我看是绝对裁判有点过分的 可能裁判在现场他就想控制场面 他才这么抓细节的 我们再看看徐杰有一个动作 他小打大直接通过辽宁队那个内线的外援 他是一只手主动去找辽宁队那个外援 那只手去插进你进去的 然后假如我胳膊出不来了 你再嚼我的胳膊这种小动作是谁教的 这不叫小动作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仔细看看那个视频具体 你如果你能买得及鼠标 那些说韩德军装 说韩德军过分的话 你如果能买得及鼠标 求你买一个 你要买不起辽宁球迷 辽宁那么多球迷 给你重级去买一个 看你能不能拉下来这个脸 对吧 上面最好来写一个什么 辽宁球迷流 什么 你喜欢哪个队 你直接说巴萨啦 或者说你喜欢什么 邮文啦 国安啦 咱给你用那个土改叶上面写一个 对吧 送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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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的球迷 辽宁球迷流 真的 我就在多伦多 你要是说觉得那个动作真的是固 真的是连带动作的话 那我跟你打 好吧 我跟你打球 我对你使用那个动作 我看你什么反应 你还不准生气 你生气就是你的错 你看你 你看看你 你到底什么心情 而且很多人还说 哎呀我这次终于看得起 亲韩德军了 就对国内 在国内有能的 拜托 韩德军在国际赛场 敢替中国队出头的 就韩德军 你们好好看一看 韩德军在国际赛场上的视频 他有点大气晚成 真的 他进入国家队的时候 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之前进国家队被邓华德骂 据说 弄得辽宁队 不管邓华德去哪 都跟他关系不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你 另外一个 韩德军也对外援是有 人家对外援有能的 这怎么就是涉及到在国内厉害了 有一次杜丰 那个加拿大和中国队打比赛 杜丰直接冲进去了 全场没一个人 我们的人被那个本内特 加拿大那个 加拿大那个 挺无耻 那个垃圾状 本内特给干倒了 没有人敢冲 后来韩德军进国家队 韩德军这种事他敢上 看清楚 真的 你们 你们 真的 三观不正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而且你们还光勉弹簧的 用自己的语言艺术 通过留言的方式去表达 可问题是 你得尊重事实啊 你不能说不尊重事实 先说你自己的观点 然后说不过了 就说嫌我 你对了 你全对 好吧 怎么怎么对 好吧 弄得像你很大气 不跟别人一般见识似的 但是你违背了事实 或者说在讨论 辩论的过程当中 你违背了是非观的 一种最基本的原理 你这种人真的 好走不送 真的 对吧 谁跟我打球 我给你那个动作 你还不说 我 我 我说我不准你生气 回头我穿一件 我穿一件冰球队的球衣 我跟你说 打架也是体育的一部分 行不行 我打你了 怎么怎么地 行不行 看清楚 真的 脑子这个东西很重要 你发育得晚 对吧 像我发育得晚 不怕 但是你三观要是错了的话 你脑子再聪明都没有用 你一文不值 就这样